美国铭记爆料,胡人队可能选择布朗尼 后者已经获得医疗许可可以参加视讯 这是为了留住詹姆斯 NBA介乎赛季战正寒也意味着一年一度的选择大会离我们不远了 而众所都知,此前NBA巨星勒布朗詹姆斯的儿子布朗尼 将宣布参加今年选择大会 因此这叠选择大会也是备受球迷关注 近日,知名NBA记者Shames也是报道了布朗尼的选择前景 他说詹姆斯依然会在NBA效力至少两个赛季 一年球员选项,因此他完全可以跳出胡人队这份合同 与其他球队签订一份新合同 杰克詹姆斯曾说,如果谁选中布朗尼,他都会前往哪支球队 因此,胡人队一定希望用布朗尼这个筹码来让詹姆斯留下 而如今,胡人队的确有选中布朗尼的想法 今天选后大会,胡人队我有一个次伦第55号签 那么非常可能用这个顺位来选中布朗尼 而正所得知,此前布朗尼曾在南基拉大学训练中遭遇心脏骤停的时刻 但是,在近日布朗尼团队宣布 他已经获得意料许可可以参加MB的视讯 因此,他的身体已经完全健康 那么,不知道胡人队最终能否如愿以偿的 在第55身位摘下布朗尼呢